我相信做一切都很巧 就那麼剛剛好 就那麼剛剛好 都說遇得早不如遇得翹 咱們哥仔哥哥就在一日晚上六點多 遇到下半身失蹤 再加上王哇的千甜艾莎です 啊 這樣的OOTD 死要去哪裡度過美麗的夜啊 女婚的問題好困難喔 困難不難 艾莎可是人美心也美 當天其實在拍攝工藝年曆 拍到晚上九點才收工離開 她與哥仔哥哥的緣分 可能比前夫周明府還要來得深 隔天宰內湖又巧遇了 通常還有艾莎的愛犬哈娜醬 配這女生一起共度下午茶的 難道是她 抱歉抱歉 她是雙胞胎名模張家蓁 張家瑜的哥哥張家瑋 她曾被直擊同進出艾莎相歸 女放一度也在她經營的餐廳直播曬恩愛 不過時隔四個多月 配著艾莎的人緩成女性朋友 臉情該不會 假光死吧 女人心事正要互相突入的 哪個moment 她們眼神卻飄向了狗仔哥哥 嗯 兩人給彼此一個尬笑 之後就像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完全零互動 我覺得朋友多是ok 但是這個距離要拿捏好 啊不過整個距離 有事嗎 好啦不要再問了啦 跟著舉下一招的艾莎 直接橫框馬路取前程 逼逼錯誤示範請勿模仿 接著艾莎來到了東區 交財柏路的哈娜獎 瞬間化身脫江的野馬 踩著輕快的步伐 跟著她老母艾莎走進了美甲店 至於臉情到底是不是見光死 艾莎經紀人表示 的確因為被拍到稍微避嫌 最近有一段時間沒聯絡 後時也透露艾莎 現在仍有其他追求者 也依然期待著愛情 怎麼感覺 蔣家瑋已經 你知道的 娛樂動新聞 下幾次的報導